继王思聪和于郑之后,这位大咖也站出来对肖战事件表态,肖战这段时间遇到不少麻烦事,也频繁登上热搜下过来,当然这不是一件好事,这是引起舆论的事情。 大家都知道事情起因是肖战王一博CP粉在L3平台发表了一篇文章,肖战粉丝认为这是再抹黑偶像,随后就举报了该平台,然后事情愈演愈烈,很多大咖都在围观。 其中王思聪与郑更是表态点赞,除此之外近日高晓松这位大咖也站出来对肖战事件表态,这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。 首先是王思聪的点赞,王思聪好久不更新微博了,结果这次肖战事件出现之后,王思聪点赞了一个网友的文章,很显然这个文章主题就是肖战,除了王思聪之外导演于郑也在微博上发文了。 王思聪与郑等人出生之后,现在大咖高晓松也站出来说话了,同样是对肖战事件表态,同样是发表自己的看法。 我们都知道高晓松是国学渊博的一个大咖,不过他这次是很委婉表态呢。